鳳汐市場一早哩哩歪歪 全面傾銷 因為高雄市政府公布 市場裡一攤豬肉攤檀商確診 公布疫調地址 在高雄市鳳山區武泉南路 149向1號 但實際上竟然卻是一間服飾店 足跡難不成出錯了嗎 從頭到尾 完全沒有任何的豬肉生意 而且我們也很正常 有點離譜 對 服飾店老本娘說 她跟丈夫都沒確診 覺得超傻眼 隔壁確實有間豬肉攤商 攤商PO文打電話到 衛生局抗疫彈根本打不通 只好PO文自救 說自己沒確診 但市府公布足跡後 業績崩跌五成 退貨電話接到手軟 附近另一間香腸攤 同樣生意大跌 不是啦 亂講 亂報啊 我倒過來啊 這才人生意不用做 攤商大媽市府公布足跡 不夠精準 其實縫隙市場裡 有五攤豬肉攤 到底是哪一攤有確診 管委會自己說也沒受到通知 1491號是一個住家賣衣服的 不是豬肉攤 我還在跟衛生局查證 市府公布縫隙市場 確診豬肉攤商足跡 否認醫療錯誤 卻被攤商打臉式服飾店 疫情大爆發 生意已經夠難做 希望市府不要搞烏龍 再橫橫補一刀 記得送貝城 王書宏 高雄到